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要以整體角度 全盤理解和維護國家的整體安全 得出的是大安全概念 涵蓋了20個環環相構的重點領域 在資源安全方面 是指一個國家或者地區 可以持續、穩定、及時、充足和經濟感 去到獲取所需自然資源和資源性產品的狀態 以及保障這個安全狀態的能力 資源安全系關係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 全域性、戰略性問題 是其他國家安全領域的依托 資源的濫用和過度開發 會導致破壞生態環境 資源匪伐或供應受阻 就會嚴重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民生 國家正全面推進資源制約、集約利用策略 堅持綠色發展 利用好國內外市場和資源 保障經濟社會發展所需的資源能夠持續 可靠和有效供給 香港正積極投入維護國家資源安全各項工作 倡導在日常生活中 生活節約減少浪費、水、電、煤等 出行綠色低碳以儘量減少汽油等能源消耗 從身邊的小事做起支持資源安全 益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和蘋果日報三間相關公司 涉嫌全謀勾結外國實力案 在6月5日進行第89日的聆訊 中文身份為香港人爭取價值、法治和權利 並且提及前港督彭定康已經發起約200名 23國政要聯署聲明反對《香港國安法》立法 以下是一篇《巴士的步》的博客評論文章 文章說奧運舉辦將近法國反游事件頻繁 法國官員懷疑俄羅斯或與事件有關 觀察者網綜合法新社、美聯社等媒體報道 在當地時間6月3日 巴黎檢察官辦公室 要求以有預謀的暴力罪名去起訴3名嫌疑人 他們涉嫌在巴黎地標城建築艾菲爾鐵塔附近的布朗利河岸 方式用法國國旗包裹的5具棺材 上面還有在烏克蘭喪生的法國士兵的字樣 而罪名使他們面臨3年的監禁和48,997美元的罰款 儘管棺材裡包裹的是石膏 但是法國官員表示將棺材放在每年有數百萬遊客參觀的 艾菲爾鐵塔腳下被認為是一種心理暴力行為 這個致使當地的員工和其他人沒有辦法工作 英國《衛報》就說 棺材上的字樣被認為是針對馬克龍此前有關烏克蘭問題上的聲明 在上星期法國和烏克蘭國防部長舉行了會談 討論了法國派遣軍事教官 前往烏克蘭為他們去到訓練部隊的可能性 而俄羅斯對於此表示憤怒 調查人員認為這可能是棺材事件的背景 因為俄羅斯情報部門試圖表明 俄羅斯強烈反對法國進一步去到介入烏克蘭戰事 而根據監控攝像頭顯示 6月1日上午9點左右 一輛掛著保加利亞車牌的白色麵包車 停在艾菲爾鐵塔附近 兩名男子從車上卸下棺材 事發後司機很快被捕 而另外兩名嫌疑人在當日下午 在巴黎一個車站被捕 當時他們正準備坐車前往克蘭 而法國官員透露駕駛運送棺材車輛的 是一位39歲的保加利亞人 射貨的分別是一名25歲的德國人 和一名16歲的烏克蘭人 一名巴黎警方消息人士就說 卡車司機的電話顯示 他和一名同樣是保加利亞籍的男子有聯繫 後者涉嫌在5月14日 巴黎大屠殺紀念館的正義之場上 噴灑紅手銅鴉 而這名司機就告訴警方 有人給他錢叫他把棺材運送到巴黎 所以他在5月31日晚上 由保加利亞抵達巴黎 並且和其他兩名嫌疑人見面 見面的時候還要求他們打開棺材 以確保裡面是沒有屍體 而這名男子就表示 此前並不認識社棺材的兩名年輕人 據報導三人都說他們失業了 所以需要用錢 而司機就聲稱這次任務的報酬是120歐元 另外兩人收到400歐元 而法國擁有世界第三大猶太人社區 僅次於以色列和美國 自從去年10月7日 本輪巴爾衝突爆發以來 法國反猶太行為的數量情爆炸式增長 英國廣播電視台就說 這個事件可能和此前兩次被懷疑 是俄羅斯特工參與的公眾輿論事件有關 而根據世界報獲得的一份 詢問來自巴黎地區居民 公共安全總局的文件顯示 司機和一名涉嫌在5月14日 巴黎泰屠殺紀念館上的正義之場上 噴灑紅手塗鴉的組織成員有聯繫 當時調查人員懷疑這次事件 也受到俄羅斯安全部門的指示 而在上個月 法國巴黎一處紀念義戰納水德國佔領期間 幫助營救在法國猶太人的正義人士紀念場 被血紅色手印破壞 而這個紀念場上 刻有3,900多名冒著生命危險 幫助營救在法國猶太人的正義人士名字 法國總統馬克龍當時批評說 屠沒這面牆破壞了對法國英雄 和帶屠殺受害者的環面 除此之外 法國的反遊行為 還包括在牆上噴圖 藍色的大衛之聲等 大衛之聲是猶太人信仰的象徵 也曾在異戰時 納水使用來識別猶太人進行迫害 法國《世界報》此前也報導說 只是10天內 就在巴黎和他的郊區外牆上 發現了近300個大衛之聲 而在去年10月 在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襲擊 造成大約1,200人的死亡之後 無奈 巴黎建築的紀念場上 也出現了令人聯想到 以色列國旗的大衛之聲 當時一對摩爾多瓦夫妻被捕 法國官員認為 這對夫妻接受了俄羅斯情報機構的委託 而美聯社就說 法國當局曾指責俄羅斯安全部門 在大衛之聲事件中挑起爭議 法國外交部長 斯特凡立 蔡如以內在五月曾表示 這兩次事件都涉及到有人受顧 破壞法國的社會穩定 並且在法國社會當中製造列痕 在中東緊張的局勢下 巴黎夏季奧運會將會在7月26日至8月11日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和法國總統馬克龍通話 通報以色列就加沙地帶停火和人員交換新提出的方案細節 內塔尼亞湖在通話中強調 提案將會確保以色列實現軍事行動的所有目標 包括促成以防被扣押人員獲釋 以及消滅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克馬斯 另外美國總統拜登會見傳媒時 被問到內塔尼亞湖會不會利用戰爭玩弄政治 拜登回應就說他不認為是這樣的情況 又指內塔尼亞湖正是努力去解決遇到的嚴重問題 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就表示 以色列準備好執行停火協議 印度選委會公布人民院國會下議院選舉最終的點票結果 執政印度人民黨主導的全國民主聯盟獲得國半數議席獲勝 全國民主聯盟取得295席 其中現任總理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獲得240席 主要反對黨國大黨獲得99席 而國大黨主導的反對派聯盟獲得231席 莫迪在位於北方方的阿拉納西選區獲勝 而當選人民院議員 輿論普普遍認為莫迪有望再度連任 成為繼開國總理 尼克魯之後首位連任三屆的印度總理 而莫迪較早前在勝利演說當中也表示 印度將會迎來重大決策的新篇章 擁有成為發達國家的巨大機遇 將會在電子、半導體和國防製造領域加快工作速度 他又說需要跟隨腐敗 人民再次對他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表示信任 他將會繼續過去10年所做的出色工作 不辜負國民的期望 斯諾文尼亞國會投票通過 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為獨立主權國家 國會在當地星期二投票主要反對黨議員並未參與 90名議員當中有53名議員參加投票 其中52人投贊成票沒有人反對 外長在投票之前表示承認巴勒斯坦國 不僅提升斯諾文尼亞作為一個尊重國際法 和聯合國決議的國家的聲譽 也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 雙方去到施壓 有助制止加沙地大的暴力衝突 主要反對黨民主黨就認為承認巴勒斯坦國 不會停止加沙地大的衝突 只是會損害斯諾文尼亞的利益 2019年12月8日遊行屠龍小隊 攝灣仔放炸彈和槍手伏擊警員案 7名被告被控寸謀爆炸、謀殺和囚集財產等罪 案件首印反恐條例起訴 6月5日在高院踏入第28日的審訊 從犯證人彭君濤開始接受辯科的盤問 彭聖英同謀者吳志雄的大行動計劃癲 但仍然不敢離開 回家將事情告知任職警員的父親 因為怕退出行動會累全家 高鐵香港段在本月15日起 逢星期五至星期一 新增來往香港西九龍站和北京西 以及上海洪橋的動臥列車通宵班次 分別設二等座、動臥上鋪和動臥下鋪 而車票在中午12點正式開售 中午1點的時候 從1230六線上的票務平台可以查看 本月15日由香港前往北京動臥車票 和二等包廂只剩下後補位置 高級軟臥和其他座位已沒有飛 而香港前往上海洪橋的高級軟臥 也只是剩下後補 網頁也顯示香港西九龍前往上海 首班的夜發招致列車 將會在漫長的7點49分出發 每天6點45分抵達 而前往北京的列車 就會在傍晚6點24分出發 每天6點53分抵達 而在高鐵站有市民早上已經到場等候購票 港鐵開設臨時櫃台 派發醜號 有80多歲的市民在早上9點多到場 等候車票開售 最後成功購買下週六前往北京西站的下鋪車票 他說自己有內地車牌 以往會由深圳自駕上北京旅遊 但是希望嘗試新鮮的時脈 所以這次專程乘搭 首班鋪列車前往北京 已有購買去到上海鋪高鐵 車票的市民就說 以往坐飛機去上海 下機之後需要再轉車出市區 才可以抵達目的地 也難以攜帶寵物相機 又說自己比較年長 所以希望可以坐車的時候肚餓 所以這次選擇高鐵餓鋪為止 每天焦點新聞講到這裡